弟兄姊妹平安 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有美好的一天 并且我们里面能够很深地肯定 相信我们都是神的儿女 神每一天都与我们同在 以赛亚书四十三章一到十三节 雅各啊 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 造成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 你不要害怕 因为我救赎了你 我曾提你的名照你 你是属我的 你从水中经过 我必与你同在 你蹚过江河 水必不漫过你 你从火中行过 必不被烧 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 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 是以色列的圣者 你的救主 我已经使埃及做你的赎家 使古时和西巴代替你 因我看你为宝为尊 又因我爱你 所以我使人代替你 使列邦人替换你的生命 不要害怕 因我与你同在 我必领你的后裔 从东方来 又从西方招聚你 我要对北方说 交出来 对南方说 不要拘留 将我的众子 从远方带来 将我的众女 从地级领回 就是凡称我为名下的人 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 是我所做成 所造作的 你要将有眼而瞎 有耳而聋的民 都带出来 任凭万国聚集 任凭众民会合 其中 谁能将此声明 并将先前的事 说给我们听呢 他们可以带出见证来 自显为是 或者他们听见便说 这是真的 耶和华说 你们是我的见证 我所拣选的仆人 既是这样 便可以知道 且信服我 又明白 我就是耶和华 在我以前没有真神 在我以后 也必没有 唯有我是耶和华 除我以外 没有救主 我曾指示 我曾拯救 我曾说明 并且在你们中间 没有别神 所以 耶和华说 你们是我的见证 我也是神 自从有日子以来 我就是神 谁也不能救人脱离我手 我要行事 谁能阻止呢 第一节 雅各啊 创造你的耶和华 以色列啊 造成你的那位 现在如此说 你不要害怕 因为我救赎了你 神对以色列说 你不要害怕 因为你是我的 我所创造的 你是我的儿女 而且我会救赎你 所以你不要害怕 神一开始告诉 以色列百姓 不要害怕的原因 是从神跟我们之间的关系 这样说起来 因为我们是属于神的 我们是神所造作的 那么神必定会救赎我们 因此即使我们现在正经历过水 经历过火 甚至我们好像大水要淹没一样 即使在这样的处境里面 神应许我们 肯定的对我们说 你不要害怕 因为他要宣告水 必不漫过你 火也不会烧着你 因为我们是属神的百姓 在我们的一生当中里面 难免会经历过在水里 在火里 甚至在非常非常困难 或者危险的时候 我想在这个时候 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 那么以及我们对神的认识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当神对我们说 你不要害怕的原因是因为 他是那位创造天地 宇宙万物的主 他是那位愿意把他的独生爱子 为我们舍命在十字架上的主 如果他都愿意爱我们 爱到一个程度 一个地步 愿意把他的独生爱子 耶稣基督都愿意为我们 舍命在十字架上 来救赎我们的话 那么还有什么 是他不愿意为我们做的呢 而且如果我们认识到 这位爱我们的神 也是一位充满能力 充满大能的神 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 当这样的神在对我们说 你不要害怕的时候 其实我们心里面 就会有一个真正的平安 我不知道我们 或许 你正在经历一些很 很艰难或者很难面对的事情 我不知道 但是无论如何 我如果你今天早晨QD的时候 你是神的儿女 那么你也读到 以色列书这段经文 我想当他对以色列百姓说 你不要害怕的时候 也是在针对我们每一个人说 你不要害怕 那么我们一生中 如果我们越认识神的属性 跟神的关系越紧密 我们就越知道神是多么的爱我们 并且他真是乐意来帮助我们 保护我们 扶持我们 而且如果我们越认识神的能力 神的信实 神的恩慈 神的权柄 我们就知道 当他对我们说 你不要害怕的时候 其实我们可以真的 我们就可以把一些的重担 都交托给他 在我们的一生中 当我们回头看 你就会知道 我们其实经历了很多很多的 高山低谷 不管是水里来 不管是火里去 甚至有被大水要淹没的时刻 当我们回头看的时候 你都发现 神的恩典 必然是够用的 我们的神 他是信实的神 他对我们说 你不要害怕的时候 其实他真的用大能的手 来托住我们 所以每一次回头看 我们总是充满了感恩 因此早晨让我们彼此的勉励 我不知道你现在正在经历着 什么样的困难 或什么样的挑战 但是很肯定的是 今天早晨 我们的爱我们的上帝 造作我们的上帝 救赎我们的上帝 他再一次对你 他对我说 你不要害怕 那么让我们再次来经历 那除了意外的平安 把恐惧交给神 他一定会保护我们 一定会拯救我们 第十节 耶和华说 你们是我的见证 我所拣选的仆人 即使这样便可以知道 且信服我 要明白我就是耶和华 在我以前没有真神 在我以后也没有 我们都是神所拣选的 那么我们都是属他的 神拣选我们 有一个目的 就是希望我们能够 在一切的事情上 来荣耀他 不论我们经过高山低谷 或者经过水里火里 甚至被大水淹没 在这样一个危机 一个紧急的时刻 在这样的时刻里面 同样的 神拣选我们的目的 也是希望我们 能够在一切的患难 一切的危机当中 能够艰辛的 能够信靠他 当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 真正的去信靠他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发现 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的神 是那唯一的救主 我们的神 是那位独一的真神 他如果不许可 一件事情都不会发生 他如果允许他发生 我们也要用信心 去相信 这必定是有神的美意 所以当我们 在经历水里火里 经历生命中的困境 跟危机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有几个学习 一定要认定它 因为圣经不断地鼓励我们 没有其他的救主 你不要东张西望 这世界上没有比神更大的 你要专心的 你要仰望神 定睛在他的身上 要相信神绝对的主权 那么纵使在外面的环境 真的是非常的艰难 或者外面的环境 让我们非常的害怕 但是我们仍然用 肯定的信心来宣告 如果神不许可 没有一件事情是发生的 如果神许可 神一定有够用的恩典 那最终掌管这一切的 并不是我们所看到的 外在的环境 不管你现在正经历的环境 或者你正在经历的事件是什么 其实这所有的决定权 仍然是在神绝对的手中 所以我们要相信它 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在一切的过程里面 我们要认定它 而且知道我们是属于它的 发生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件事情 其实都是跟神是有相关的 当我们认定它 知道我们是属于它 我们在这个过程里 我们也信靠它 我们等到这个事情过后 当我们走出这些死因幽谷 这些的高山低谷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大声的来 见证我们的神 是独一的神神 那么大声的能够来见证 这个世界上没有别的神 只有唯一的救主 就是我们的神 所以我想这也是神允许我们 在我们服侍神的路上 去经历一些的水里活里 一些的高山低谷 那么这是神要我们去 活出一个美好见证 让世人能够看见的时刻 所以不管你现在正经历了什么 或许你真的是觉得很害怕 或者环境让你很失望 觉得好像要被大水淹没了一样 但是无论如何我要鼓励你 其实我们的环境虽然失控 但是在信心里你要知道 神并没有失控 如果我们自己觉得已经失控了 但我们要肯定的说 神依然掌权 而且祂是慈爱的 祂是良善的 无论我们遭遇什么样的事情 在这个时刻 我想主要对你说 不要惧怕 让我们信服祂 并且借着这个事情 我们能够为神来做见证 最终神要得到荣耀 我们来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为一些 正遭遇一些在大水 在火中经过的一些艰困的弟兄姊妹祷告 或许他们心里面充满了害怕 但是亲爱的主 今天早晨 你借着QT对他们说话 叫他们不要害怕 因为我们都是属于主的 神拣选我们 必定会保护我们 带领我们度过十阴的幽谷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